主席有请管主委大讯 我们请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想先还是请你针对你讲过一句话 你再重新思考一下 因为你提过黄金交叉 后来因为有立委咨询你 你有一点就是急席的反应太快了一点 你说像是一个学生在开学的时候准备要计划考 委员我知道 然后就是说你把最后没有做到打断腿也没有用 不要再讲了 你是不是表白 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提 我不是在跟一般的 就是说想要去吵架 你的角色非常特别 这一句话别人讲 我会当作半开玩笑 那因为经建会主委是在做总体经建计划 未来的发展预算的投入 跟他的成效 你事实上是上游啊 什么成长率或这个失业率涉及到主技术 或者是劳委会 其实他们还算是比较下游 所以你是影响我们是不是黄金交叉的因素 所以我想请你给你一点时间 你把讲的比较符合经建会主委应该讲的话 好不好 首先当然谢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 我要再次重申 我那天讲话的态度不对 我用的词也不对 但我后来也跟几位委员 包括那天李清华委员 陈明委员都给我指教 还不止 然后我后来也跟他们都分别解释 那有点是我平常以前做学者时候 或以前私底下讲话是那样方法 今天作为经建会主委 不适合再用这样的方法再讲 所以我也跟委员们报告 说我不会再犯这个同样的错误 错误只犯一次 不会再犯 也谢谢委员给我机会说明 好 但在经建会主委的立场上 我应该承认说 黄金交叉是我当初提出来的期望 这个期望没有能达到 我们所有在政府里面 包括我本人应该做最大的检讨 我们希望能够在积极促进 我们的经济进步上 将来可以能够做到更好 好 那我因为这样讲 我才要问你现在最重大的问题 重要的施政规划 给我们这个年度的预算 你当然 你认为当前 你在做这任经建会主委 哪一件政策是最重要 新创的 非成功不可 如果失败的话 做这个经建主委 在历史上 就不算成功 目前 当务之急是自由经济示范区 好 自由经济示范区是决定你 作为管主委 作为经建会主委 其实未来人怎么看你 或者是长官或人民怎么看你 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政策 他的一个成败是 这一个最关键的 那么你做过民调吗 或做 开过公听会 针对现在在规划中的 至今区啊 你第一阶段当然已经 行政部门可以做的嘛 另外条例草案 你们也已经抱怨了 你做过民调或 征询过 比较公开的桌面的意见没有 我要问这个话是因为 跟委员报告有 怎么样从 避免重到 服务贸易协议啊 我知道 我们完全了解 当时我们直询 大家都觉得很意外 本来大家都赞成啊 为什么最后这个样子 你有做过民调或 开过公听会 分两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反应怎么样 我们做过的民调是 对国际医疗 因为通常讲这个国际医疗 因为牵涉到产业化 外面的意见比较多 我们做国际医疗的 对于大概将近400多个 医疗院所的主要的负责人 那大概是八成 九成是支持我们推国际医疗 那对于某些做法中的支持度 或高或低 但是整体来说将近九成是支持 推动国际医疗 除此之外 我们在全省各地 我们不仅到自贸港区跟业者座谈 我们也跟各个地的 请各地县市政府派人 也请民意代表们派员参加 还有听业者的意见 跟相关的单位的意见 如果这个世界这么美好 那就支持度就这么高 但是我告诉你 里面四大项目 你们农业啊 单单农委会 一日三七啊 一日三四就变化过 本来是他们认为说 应该不包括农产品 就是一些 这一个项目啊 在这边加工 后来 可以同意啊 这一个加工之后外销 到最后哦 这个最后你们的规划案 送上去的 是这一些 有一些设限的关卡都不见了 换言之啊 他只要经过磕税 即使他的原材料 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生产之后 是可以销到台湾 这一点 不行 不行 这受到限制的都还是不可以进口 但是他在我们的自经区加工 加工可以出口 不可以进口 比如说茶叶 那他如果从中国进口 然后做成 只要属于限制性进口的 我们还是不会准他 不是 那他也课税啊 没有保税啊 他就 限制进口 完全遵守现有的规定 好 这个要非常的清楚 不是主要去审查 对 因为这个东西啊 如果下去之后 我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什么叫MIT Mate in Taiwan 我知道 其实农委会都已经配合里面 研究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原料如果来自于中国啊 要把原料跟这个产品分开写啊 原料写 比如说 有一些国家在处理这个 比如说 咖啡啦 这个 这个 巧克力啦 韩国泡菜啦 分开写 但还是台湾制造 出口 当然涉及到 跟国产品在外销的竞争 但是 磕碎之后进口 现在大家很关心食品安全啊 包括那些棉脂油的那些原料 都有可能在这里 生产之后 最后出口之外 也还可能再转进口 或者是直接就进口 这个 这个可能性 不行 不行 哦 那主委你今天在这里讲的政策方向是 跟委员报告 哦 跟现有法律规定不能进口的 他都不让 我们都不让进口的 但是要吃饭去也没有例外 除非那个部分法律修订 好 那不是农产品 那是检测维修 那是工业产品 好 当然我有时候讲农 有时候讲工 请主委 你除了这样的一个草案 因为我关心的是这些项目 你刚回答我的 有厘清了我一些疑问 不过媒体上的这么多报导啊 你也看到过 这样的报导 两千项管制路后 陨入至京区 包含农工产品均大幅松绑 以工区内加工修理检验测试储存之用 这个报导有 那要外销 那要外销 检测化之后 还要再回去的 包括课税之后 这个直接进入到台湾 现有法律限制的 我们都还是照现有法律 主委 最后一句话 是 境内关外 就是前店后厂 所谓虚拟的 这个置经区 概念上很容易讲 在操作上 你要知道台湾的整个生产过程 除非你用我们 那样的一个 这个包括货柜的 这个 还有这生产过程的掌握 那一下去之后 所有的区 都很难是变成 你把严格界定的 这一点在执行面 我们都考虑到 包括跟财政部 财政部特别注意到 就是现在用电子上测 远端监测 现在有的系统 技术上都可行 我们会特别注意 不会 我晓得委员关心的 概念上技术上是有 但是在执行上 偷天换日 台湾的很多的生产 跟这一个 都要工程 包括大桶 跟副卫箱 它都符合理 你很多资料 可是它就有办法 在过程当中 把你偷天换日 enforcement 执行的问题 真的有受伤败的关键 谢谢委员提醒 所以一定要谨慎 谢谢委员提醒